为了让里内的年轻人可以安心的工作 不用担心长辈自己在家 三重三明里特别办理了关怀据点 每周一设计多元的活动 包括动健康等课程 要让长者多多出来活动身体 跟着台上的老师做动作 虽然看起来不难 但是要一个一个记得 也是相当考验劳力 这是三明里的关怀据点活动 鼓励长者多多走出家门 关怀据点今天上午9点半到12点的时候 就有我们的老师会来肢体动动 让这些长辈 这些长辈能够不要在家里 尽量走出来外面 明年度的话我就会去活动中心 那边的空间会更大 容量可以到30个人 因为以前没有做过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试水温 先让长辈知道说 我们三明里有这个活动 我觉得里长办得很好 他凝聚里内的一些资源 来办这个活动的话 可以提升老人的一些 一些生活的品质 你耳来左边右边左边左边左边睡 右边来睡 我告诉你 你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好不好 这样也可以 虚度长者退休之后 多了许多时间 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 新任里长也考量到大家的需要 特别办理关怀据点的活动 让长者都相当的开心 真好啊 真好 真正的 这样我们骨头 这样小胆胆胆的 晚上会会更好睡 对 真正有这样的外面 尤其是怕不出门的 来这儿没解放 这样对大家的过身体 会越来越健康 由于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 因此先在里内的会议室进行 如果后续有意愿参与的长者越来越多 就会到场地更大的三名活动中心举办 记者高新峰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